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兴致勃勃地翻出做了很久的攻略 还没等递到唐小曼手上 他已经伸出手臂推开了 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没有不耐烦 但是也没有兴趣 一如往昔 平静得如同一潭死水 你定就行 我都无所谓 我去下洗手间 唐小曼起身离开 我无奈地收回手机 他什么都好 长得好 脾气好 工作好 对我也不错 就是性格实在太过清冷了些 年纪轻轻 就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 当然 也没有看到过他 开怀大笑的样子 简直就是人家说的钢铁侄女 我暗自在心里付匪了一回 不知怎的 刚才感觉特别漂亮的民宿 此刻看着却平亭无奇了起来 兴兴地放下手机 我躺在沙发上扫了眼电视 电视上播着一部美剧 是唐小曼很喜欢的 特意花了钱 在某鱼买的资源 男主正说着话 画面一转 信息频道跳了出来 小曼 听说你下个月订婚了 这是好事啊 你咋不通知一下姐妹们 这熟悉的头像是 唐小曼室友林倩倩 我不由得来了兴致 在一起那么多年 我从来没看过唐小曼的手机 一方面是唐小曼是个很自律的人 生活简单 社交干净 我相信他 另一方面 是他很注重隐私和界限 非常反感看对方手机这种行为 不过这次是他自己不小心投屏放出来的 我当然要好好看一看了 唐小曼这人 订婚的事情 居然一个朋友都没通知吗 我发了个白眼 果然是他的风格 没什么好说的 订个婚而已 林倩倩对象没换吧 还是承颂 唐小曼 林倩倩 我猜也是 除了他 还有谁能受得了你这性子 承颂可真不容易啊 我心有气气地点点头 对上唐小曼这么一个不解风情 每天板着张脸的木头美人 这些年确实过得很不容易 林倩倩 我还记得当时你和他在一起 就是为了忘记周浩吧 不过承颂的脾气 真是比周浩好一百倍 承颂脾气是真好 那次他生日 结果你为了陪周浩打游戏 硬是让承颂在饭店等了两小时 就这样 他都不生气 以前你和周浩约会 哪次不是提前十分钟到场的 赶迟到一分钟 周浩就要甩脸子走人 周浩 唐小曼前男友周浩 我呆呆地看着电视机 大脑一片空白 他和唐小曼是高中同学 两人从高一就在一起了 而我和唐小曼是大学同学 可我记得他们俩在大一 第一个学期时就分手了 当时唐小曼特别伤心 在饭店喝得烂醉如泥 还吐了路过的我一身 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可是等我们俩真正开始接触 是因为大二进了同一个社团 林倩倩的意思 他分手一年多了 还走不出来 拿我当治愈失恋的心灵慰藉 生日那次就更离谱了 唐小曼连解释都没解释 只说自己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事情他准备了好几个月 实在是走不开 唐小曼喜欢写作 他当时一直坚持在给某杂志投稿 但是都被拒绝了 我知道有本小说他写了一年 当时他迟到 我理所当然以为 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没想到 是因为要陪周浩打游戏啊 我干笑了几声 笑着笑着 眼泪就出来了 林倩倩说的可真有意思啊 原来唐小曼是约会会提前到的人吗 这些年 因为他工作忙 我们约会永远是我等他 二十分钟 四十分钟 一个小时 我都等习惯了 后来就会在约定的时间晚 去半个小时 唐小曼 他脾气是好 很适合结婚 林倩倩 这话我同意 年轻的时候 羡慕你和周浩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 可是年纪大了 才发现像陈颂这种温柔成熟 什么事情都不计较的男人 相处起来才轻松 我揉了揉眼睛 唐小曼终于夸我一回了 但为什么我的眼睛却越来越酸 唐小曼是个很内敛的人 也很传统 轻易不对我表达肯定和蔼 问他我帅吗 喜欢我吗 永远都是淡淡的两个字 还行 在一起七年 他甚至都没说过 我爱你 只要我一问这 他就会转移话题 还说哪个大男人会把情情爱爱挂在嘴巴 无不无聊 不无聊的唐小曼 原来也是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吗 轰轰烈烈呀 轰轰烈烈 眼泪模糊了视线 我恶狠狠地擦了一把 抬起头继续看向大屏幕 林倩倩 既然都要结婚了 以后对人家好点 我们几个一直在打赌你 什么时候会把陈颂给气跑 唐小曼 放心 他不会 唐小曼可真是自信啊 他凭什么这么自信 这自信 好像是我给他的呀 约会迟到 没关系 理解 你人吗 化妆打个要时间 忘记生日 没事的 人总有失误的时候 从来不过其他节日 我要尊重他人喜好 他不喜欢过 我还省事情了呢 于是所有的七夕节 情人节 圣诞节 我都会给自己去饭店 美美地吃上一顿 你可以喜欢仪式感 但是不能强迫别人 也一定要有仪式感 你喜欢过节没有错 我讨厌过节 也没错 我们应该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 唐小曼很认真的和我说完这些话以后 就拒绝和我过所有节日了 除了生日 林倩倩 你和程颂是一个城市的吧 我记得你们那边订婚很复杂呀 要准备回礼 三金 穿喜服 酒席要摆十几桌 你都安排好了 唐小曼 我不用管这些 她会弄 林倩倩 哎呀 你这丫头福气真好 我苦笑一声 林倩倩说的真没错 对于订婚的事情 好像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张罗 谈了七年 我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于是我就让爸妈打电话给唐小曼父母 她父母态度和唐小曼差不多 你们挑日子 你们订饭店 时间到了 他们肯定来参加 林倩倩 对了 听说你们那边不实行彩礼的 陈颂家给了多少 唐小曼 八十八万吧 我爸妈喜欢吉利点的数字 林倩倩 牛 陈颂还有兄弟吗 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 唐小曼 无聊 我拿出纸巾擦干眼泪 端起杯子 喝了一大口水 刚才哭得太厉害 嗓子有点哑 清冷如玉的唐小曼 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进了厕所 没半小时出不来 订婚的事情 唐小曼家什么都没说 意思是 等我们都安排好了 他们到场吃顿饭就行 酒席是我订的 回礼是我挑的 连唐小曼要参加酒席的礼服 都是我买的 不管问唐小曼什么意见 她都是那副样子 你订就行 你喜欢就好 我无所谓 现在想想 她是无所谓这些事情 还是无所谓我这个人 林倩倩 对了 我差点忘了正事 周浩要结婚了 她还对我们发了吸帖呢 她说当时把你联系方式删了 问了我你的电话 等会估计也会给你发请帖 电视声继续响起 唐小曼退出了聊天 洗手间里也响起了冲水声 我半垂着头 假装看手机 一言不发 唐小曼面无表情地从洗手间出来 似乎根本没发现 她的聊天已经被我全部看到了 她沉默着在我身边坐下 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自然没发现我红肿的眼眶 泛红的鼻子 叮铃铃电话响起 我瞥了一眼 是个陌生号码 唐小曼接起手机 声音带了思青薇的颤抖 喂 是我 嗯 恭喜 好 我会准时参加 这是周浩的电话 一股寒意 从心脏延伸到四肢百骸 我太了解唐小曼了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她上次这么紧张的样子 还是在接到公司老板电话时 当时她和另一个人 竞争财务总监的位置 为了这位置 她准备了一整年 唐小曼挂了电话 神情平淡 手却用力地捏着手机 因为太过用力 手背上青筋突起 看着十分刺眼 承颂 唐小曼放缓语气 你上次给我看了几条裙子 当时我没仔细看 你把链接发我一下 我竖然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她 唐小曼对我红肿的眼睛 吓了一跳 说话也难得地 带上了一丝温情 怎么了 眼睛红得像兔子一样 是刚才的电视太感人了 你说你 一个大男人 还那么多愁善感 她温柔地拍了拍我的头 以往我会一把将她搂进怀里 现在只是淡淡地侧了侧身 躲过她伸过来的手 唐小曼眼底浮现出不悦 你什么意思 唐小曼从小就是那种 别人家的孩子 长得好 学习好 老师的宠儿 同学的榜样 父母的骄傲 这些经历也养成了她为我独尊的性子 而且受她母亲影响 她还有些女权主义 我性格温柔 很少会惹她生气 但是这次 我心里憋着一口气 根本就不想理她 见我一动不动 唐小曼火了 她起身走回房间 重重地摔上了门 以前的我会很紧张地安慰她 讨好她 现在的我 只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开始回忆起我们的七年 作为一个女人 唐小曼显然是非常有魅力的 她长相清秀 身材保持得很好 她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 不吃外卖不喝酒 早睡早起 每天运动 而且她工作努力 为人上进 自律又聪明 可是如果唐小曼不喜欢 那这些她的好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低垂着头 开始第一次认真思索我们的关系 我喜欢她 第一眼见到她 就忍不住心动 唐小曼是我第一个女朋友 第一次牵手 第一次拥抱 第一次接吻 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全是和唐小曼一起走过的 她那么好 好到让我和她在一起时 总是带着几分自卑 就是这些自卑 让我不不退让 让我没了脾气 让我陷入现在的状况 七年的朝夕相处 她与我是刻骨铭心 我对于她 却只是适合结婚 很快 唐小曼板着脸又走了出来 记得把裙子链接发我 我都气笑了 和我订婚要穿的礼服 看都不看一眼 参加前男友婚礼了 倒是知道买衣服了 没有 删了 唐小曼极为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终于发现了我的反常 怎么回事 闹什么脾气呢 工作不顺利 工作不顺利 你别把气撒到我身上 大家都是成年人 外部情绪就在外面笑话 我不希望被人当出气筒 你自己好好反思一下 唐小曼倒了杯水又回房了 我们也从今天开始 正式进入了冷战 万万没想到 周浩的结婚对象 居然是我公司同事 同事给我发了电子情帖 我看着上面的照片 弄神了很久 这世界可真是小啊 周浩的婚礼在周末 唐小曼终于和我结束了冷战 一大早就向我开口了 我从抽屉里拿了一万块钱 毕业以后 唐小曼就很主动地提出 我们两人把所有钱 共同存到一个账户里 他说有两个人一起管钱 一个家庭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稳定 唐小曼他是很认真 想要和我结婚的 我冷眼看他在洗头做面膜 精心打扮 很少看到你这么隆重 今天要去公司 唐小曼擦口红的动作顿了顿 嗯 有个商务会谈 很重要 我先走了 中午和晚上都不回来吃饭 我深吸一口气来到卧室 给自己也换了套帅气的西装 唐小曼婚礼现场见 婚礼办得很简陋 女方家是农村的 婚宴现场就在他们村里的大堂 搭了一个大棚 这是我第一次来同事村里 让我有些意外 因为张晏平常看起来花钱很大手大脚 也非常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 我一度以为他是富二代 农村办酒席总会比城里更热闹一些 七大姑八大姨 吃席的看新娘的讨喜堂的 周浩穿了一件剪裁合身的西装 模样清俊 颇有几分新郎观的意气风发 我混迹在围观人群中 很快就等到了唐小曼 他一步一步 缓慢又坚定地朝周浩走去 表情神圣而肃穆 像一个去朝圣的虔诚信徒 周浩看到唐小曼也是很激动 眼眶快速就红了 唐小曼给周浩递过去一个厚厚的红包 好久不见 新婚快乐 周浩抿着唇看向唐小曼 表情复杂 似乎很开心 又似乎带着点难过 好久不见 小曼很快陆续又有其他客人到场 唐小曼推到一旁 目不转睛 争分夺秒地看着周浩 他看得是那么专注和认真 仿佛过了今天 就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似的 多好笑啊 他如果环顾四周就会发现 我其实站得离他很近 张燕这老公一看就不正经 那桃花眼 看谁都像在放电 哎呀就是的 那小白脸流里流气的 要是我闺女嫁给这样的男人 我可不放心 我站的位置身边 好像全是女方村里的亲属 没站几分钟 就听了一耳朵闲话 当时听说是周浩死活甩的唐小曼 嫌弃他无趣呆板 家里条件一般 可是这次找的结婚对象 好像有一帮难缠的亲戚啊 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来 多可笑 之前一直在脑中幻想 如果唐小曼看到我 我应该怎么和他说 没想到根本没这烦恼 他整个人失魂落魄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连他朋友站身边 叫他都没反应 更不用说 在嘻嘻嚷嚷的人群中看到我了 十二九席很快就开始了 我第一次在唐小曼脸上 看到那么多表情 短短几分钟 比我和他在一起七年 看到的还要多 失落 感伤 缅怀 喜悦 茫然 心酸 懊悔 看到唐小曼现在的模样 我恍然大悟 他从来没爱过我 所以才不会生气 不会吵架 不会吃醋 我以为他随和 清冷 沉默寡言 其实一切都是因为他不爱我 因为不爱我 所以不愿意花时间陪我 因为不介意 所以在我身上没有情绪波动 因为无所谓 所以一切都照着他自己喜欢的方式来 想明白的一刹那 心里除了难过 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 仿佛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 终于听到了最终审判 哎呀 承送你小子眼眶怎么红了 哈哈 哈哈是不是被感动到了 没必要完全没必要 张燕什么人 你还不了解吗 花起来那个大手大脚 听说他为了勾搭上 现在这个老公 硬是装了一年的富家女呢 办了十几张信用卡到处刷 我估计啊 他现在应该负债 都快上百万了吧 恋爱的时候是浪漫的 星级酒店 环球旅行 名牌包包 结完婚啊 两人估计就要一起还债了 嗨嗨 我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震惊地听了公司同事 开始大聊张燕的八卦 伤心难过暂且按下 我竖起耳朵 打起十二分精神 开始听同事聊天 你们怎么知道那么多 同事力那一甩头发 谁像你呀 技术骨干 天天埋头干活 我们都是商务部的 有的是时间摸鱼 看张燕老公某博就知道了 光去年一年 就去了马尔代夫 法国 埃及 还有日本 我假装淡定地掏出手机 你们还有他某博呀 什么名字 我也关注一个 哎呀 你也喜欢八卦呀 丽娜的眼睛亮了起来 仿佛找到了同盟 一顿饭吃完 我对周浩的了解 可能比唐小曼 还更加深入了 原来唐小曼 喜欢这样的男人啊 时尚 爱玩 喜欢刺激和浪漫 听说周浩 不但会冲浪 滑雪 还弹的一首好吉他 唱歌也很棒 他是一个像太阳般浪漫又热烈的男孩 深藏在心底的自卑又开始蔓延 比起周浩 我无趣 呆板 不会唱歌跳舞 不会喝酒运动 我最大的兴趣爱好是做饭 下班的就是研究研究美食 或者追剧 也难怪唐小曼会嫌我无聊 和周浩比起来 我确实够无聊的 我看着手机中那个笑容张扬的男人 心脏又开始一抽一抽的饭疼 如果周浩是唇香的烈酒 那我就是淡而无味的白开水吧 破莉娜痴笑一声 打断了我的感叹 谁告诉你 周浩会赚钱的 我茫然的看着她 冲浪滑雪 到处旅游 我看她好像没和张燕在一起时 每天过的就是这种日子了 不是自己有钱 就是家里有钱吧 妥妥的高富帅呀 莉娜翻味白眼 你以为都像你呀 兜里有钱才敢花 人家兜里没钱 照样花天酒地 周浩爸爸是个普通上班族 妈妈是个家庭主妇 一家子也就是混个温饱而已 她那光鲜亮丽的生活 都是靠信用卡刷出来的 听说她之所以和张燕在一起 是因为张燕表白时 帮她还了四十多万卡债 张燕也是个脸上光鲜 兜里空空的 追人 花了大几十万 谈这一年恋爱又是大几十万 我估计她外面也欠了一屁股债吧 上月还问我借钱来着呢 咱公司的人都快被她借个遍了 我的同情凌晃晃挂在脸上 还未来得及收回 好吧 我再次明白到了 为什么唐晓曼总爱说 我很适合结婚 父母都是体制内的 退休工资很高 家里有房有存款 而且我自己薪资也高 平常下班基本都是宅在家里烧饭 打扫卫生 不算父母的钱 毕业才四年 我已经存了快六十万了 或者我应该换个生活方式 像周浩一样经常出去玩一玩 怀着满腹心事 吃完了一顿饭 在出门时 我不小心踩到了唐晓曼的脚 他震惊地看着我 一脸的难以置信 承颂 你跟踪我 我回应他一个冷笑 你的视力总算是恢复了 我是新娘同事 坐你们对面桌 唐晓曼更生气了 他冷着脸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这话问得有点莫名其妙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的去向了 唐晓曼一时雨色 然后脸更黑了 承颂 这是我的自由 你别想干涉 我点点头 告辞 我知道唐晓曼还想跟我过 但是我不想和他过了 见过他爱人的样子 我才明白他有多不爱我 花了七年时间都没法爱上的人 应该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上了吧 唐晓曼 我不再勉强你了 我越过唐晓曼朝前走去 开车门 踩油门一气呵成 唐晓曼站在那僵直的身影 很快就被我远远甩在身后 说了不难过的 泪水却很快模糊了视线 我握着方向盘 心里涌上和唐晓曼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 他看书时的安静 运动时的专注 工作时的认真 我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女人 我了解他的一切 我每天都在尽自己最大努力 给他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我实在是不明白 七年的朝夕相处 还比不上短短的高中三年恋爱吗 可能是因为周浩实在是太有魅力了吧 那个如同烟花一样绚烂的男人 我回到家时 唐晓曼还没回来 订婚酒店的大唐经理给我来了电话 程先生 您之前说想在菜单里 在另外一家三道菜 请问菜品定下了吗 我想取消酒席 对面的声音立刻紧张了起来 取消 可是取消的话 你之前付的三万订金 就不能退了 嗯 那就不退 取消吧 我挂掉电话 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这房子是唐晓曼的 我也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这儿离他上班地方近 为了照顾他 我主动搬了过来 我打开衣柜 看到自己和唐晓曼挨在一起的衣服 鼻子一酸 眼泪马上就掉了下来 它是我年少时期的情窦初开 也是我心心念念的终身幸福 怎么舍得呀 感情中 从来都是付出多的那一方 更难割舍 要不 我再给唐晓曼一个机会 我打算好好和唐晓曼聊一聊 也再给他一个机会 不一会 唐晓曼揉着眉心 一脸疲惫地到了家 唐晓曼 我们谈一谈吧 他叹了口气 我只是去和我的青春告个别 你能别想那么多吗 周浩和我都是高中时候的事情了 过去多少年了 我很累 你别多想行吗 还没等我张嘴 唐晓曼已经一脸 不耐烦地起身去书房了 我不死心地追过去 我不是想说周浩的事情 我想说的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 唐晓曼抬起头皱着眉 我们俩怎么了 我看着他满腹的委屈一下子涌了上来 我觉得你不够关心我 你也很少和我聊天 订婚的事情你也什么都不管 周末了你也是自己看书追剧 很少会和我去玩 因为激动 我声音哽咽 甚至有几分语无伦次 我很少在唐晓曼面前这么实态 他显然有些吃惊 也终于开始认真听我说话 原来你一直有那么多意见吗 我以为我们相处的还算愉快 我胡乱擦把脸 语调跟着高了三分 你当然愉快了 你是享受的那个 每天回家你什么都不管 就往书房一躲 打扫卫生做饭的是我 收拾衣服的也是我 你心情不好可以和我说 我心情不好只能自己消化 唐晓曼走过来抱住我 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背 好了 是我疏忽了 我会注意的 我终于忍不住抱着唐晓曼 将脸埋在了他的脖子上 从小父母就对我非常严厉 不管我取得什么成绩 都只会说我还能做得更好 所以当我遇到唐晓曼时 他的温柔和善 让我觉得自己遇到了救赎 非常缺爱的人 需要多少爱才能填满呢 一点点就够了 接下来的日子 唐晓曼果然对我态度热情了很多 下班了会和我说说话 今天甚至特意提出 要陪我去家门口的公园散步 让我受宠落惊 陈颂 我们俩卡里的钱一共有多少 唐晓曼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再走了两圈以后 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有82万 怎么了 我有个朋友要借100万 你能去你爸妈那儿 凑18万给我吗 我初回被唐晓曼牵着的手 低头认真的看着他 所以这段时间的温柔体贴 都是在为今天做铺垫吗 哪个朋友 唐晓曼骨子里挺女权主义的 我们在一起以后 吃饭约会什么的 他也会抢着付钱 住到一起以后 我每个月会主动买水果肉菜 他也会偶尔买些生活用品 他说自己也赚钱工作 不能让我一个人养家 这个女权主义的唐晓曼 居然会开口向我借钱 他可是连我替他稍微买个贵一些的礼物 都要返红包给我的人 唐晓曼沉默了 他其实是个不太擅长说谎的人 也很少说谎 是不是周浩 他诧异地看着我 眼神中有着隐隐的怒火 你看我手机了 我冷笑一声 真是他呀 唐晓曼怒气翻涌 白皙的翘脸上 很快浮上一抹红云 程颂 我和你说过的 情侣之间也要有界限 你越界了 你如果对我连这点信任感都没用 那我们以后很难走下去 我抿着唇 只觉得这几天短暂的幸福和快乐 就是个笑话 那就不走了 程颂 唐晓曼大喊一声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 我终于见到唐晓曼几眼了 我和你说过的吧 我不喜欢那些用分手当威胁的男人 如果你不愿意借钱 你可以直说 但是别提分手 我不吃这一套 对我来说 提了就是彻底分了 我深吸一口气 转身认真看着他 好 那我不愿意 程颂 别这样 我们的钱放着 也只是存银行 现在周浩遇到难处了 我想帮帮他 我说了 我不愿意 我转身大步走去 不想和唐晓曼再多说一句废话 我和唐晓曼再次陷入了冷战 两人的关系也降到冰点 他主动搬到了书房的榻榻米上睡 我给他做好的早饭也不吃 宁可自己煮泡面 晚上我临时有事加班到很晚 发现阳台上堆积的脏衣筐里 他把自己的衣服都挑出来 喜爱晾干了 只剩下我的衬衫和裤子 孤零零的团在呢 心一点一点冷下去 我自嘲的笑了笑 你可真是活该呀 程颂 冷战了一周 唐晓曼终于忍不住了 他主动来到卧室 程颂 那这样吧 你父母的钱就先不借了 里面有一些存款是我的 那部分钱 我想自己取出来 我漠然的看着这个 自己掏心掏肺 爱了七年的男人 好 唐晓曼松了一口气 凑过来抱住我 对了 这才是男人嘛 你放心 周浩肯定会还给我的 我也会更努力赚钱 以后好好和你过日子 好 第二天早上 唐晓曼上班去了 我请了一天假 叫了搬家公司的人 把自己的东西 全部收拾得干净 吵吵闹闹的人 都是舍不得离开的 真正要走的人 连一句告别都不会留下 其实我在公司附近有房子 但是唐晓曼的房子 离他公司更近 我搬过来以后 每天上下班的时间 比之前多了快一个小时 唐晓曼觉得很理所当然 因为他是女人 我是男人 男人生来应该照顾女人 我轻轻地将钥匙 放在玄关柜子上 然后拿出手机 删除拉黑了 唐晓曼的所有联系方式 再见了 唐晓曼 再见了 我的青春 父母显然被我和唐晓曼的分手 吓了一跳 我提心吊胆地 等着他们责骂我 我爸却只是嘀嘀地叹息了一声 分了也好 唐晓曼 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 我妈红了眼睛 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 你呀 剃头担子 一头热 夫妻就像天平 明显失衡的 是过不长久的 原来大家都看在眼里 只有我现在自己 美好的爱情幻想中 自我感动并沉醉着 真好 最困难的时刻 我的家人能够支持我 唐晓曼应该是被我的不告别气疯了 她甚至一次都没来找过我 我像往常一样 每天淡定地上的班 下班了则是买菜回家做饭 一百多瓶的三居室特别空旷 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 有时候好像还能听见唐晓曼叫我 成送 给我倒杯水 成送 今天晚上我想吃糖醋排骨 成送 我昨天那条裙子你放哪里了 唐晓曼可真坏呀 分手了也不肯放过 我将头埋进怀里 只觉得心脏处破了一个大洞 风呼啸而过 带起一阵凉意 和我的行尸走肉相比 周浩的生活却精彩分成了起来 连带着张燕 最近都走路带风 满面春光 自从上次酒席以后 丽娜开始和我走得很近 每天下午他都会拉着我去他们的八卦茶话会 听说那个周浩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个冤大头 对方居然肯借他八十万还债 嘖嘖 不会是金主吧 周浩姿色还是相当不错的 按照他们这个花法 用不了多久 又得欠上百来万了 无底洞啊 我小口小口吃着蛋糕 一直不住对唐晓曼的担心 算了 他自己的钱爱怎么花怎么花 我们已经是陌生人了 我妈看我每天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坐不住了 我给你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女孩 你去认识认识 别拒绝 你不能总沉浸在过去的世界里不出来 我听话去相亲了 对方是自己创业开公司的女强人 听说年路百万 有房有车 女人年纪不大 看着三十左右 长相清秀 气质斯文 只是一开口就让我想跑 我看过你的资料 你很好 很适合结婚 会做饭 工作不忙 有双修能照顾家庭 而且看你的样子 也是那种很老实本分顾驾的 结婚就应该找你这样的 你人清秀的脸和唐晓曼渐渐重合在一起 我重重地放下杯子 我不喜欢做饭 我喜欢去酒吧 每天蹦迪到早上喝杯咖啡 直接去上班 我最讨厌做家务 我长这么大连一个碗都没洗过 结婚了请个保姆是我的最低要求 我的兴趣就是喝酒抽烟 结婚以后我的工资全都要自己花 你没意见吧 果然 女人很快就被吓跑了 连屁股都没做热 不给女到底是个有素质的人 走之前还很礼貌地找了个借口 脱吃隔壁桌的女孩 对我逗得乐不可知 她捧着咖啡来到我面前坐下 我打赌你从来没去蹦迪过 我抬眸看了看她 精致的眉眼 白皙的皮肤 脖子上挂着条很夸张的链子 这是一个年轻时尚的女孩 打扮夸张 性格张扬 和唐小曼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我认真地举起手 将中指和无名指向下扣住 苏尾苏尾 苏尾苏尾 看到没 我会蹦迪 哈哈哈哈 你还捧着肚子 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的妈呀 你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我叫杨敏 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我很礼貌地微笑 露出八颗白晃晃的牙齿 不能 程颂 你在干嘛 一道怒气冲冲的声音响起 唐小曼从大门口走了进来 用力拉着我的手臂 将我从位置上扯起来 看着她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我忍不住捏紧了拳头 两个月没见了 唐小曼 你放手 我干什么不关你的事 我们已经分手了 谁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答应了吗 唐小曼狠狠地瞪了一眼杨敏 又转头怒视着我 程颂 你这次太过分了 我和你说过的吧 我最讨厌人拿分手当威胁了 我平静地看着唐小曼 唐小曼衣衫凌乱 形容憔悴 不再是以前那副干净精致的模样了 你不会再跟踪我吧 唐小曼神情有片刻的慌乱 随即她又冷静了下来 恢复到以往高傲金贵的模样 我只是要一个交代而已 我揉了揉手腕 交代就是我们分手了 我很认真的和你分手了 明白吗 唐小曼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再说一遍 我低头看着这个 自己爱了整整七年的女人 两个月的分手 让她没有丝毫地改变 还是那么自信而骄傲 心底涌上深深的疲惫感 我垂下眼眸 分手吧 唐小曼以后别再见了 程颂 你会后悔的 唐小曼扔下一句话就走了 不履慌乱 背影显得有几分狼狈 她的骄傲 不允许她开口挽回 而我也想拥有自己的骄傲 哎 真的不可以认识一下吗 杨敏一路跟着我直到咖啡店门口 我转过身板着脸看她 你在跟着我 我可要生气了 唐小曼带给我的伤害太大了 大到我看到女人 就觉得脑子一抽一抽的疼 第二天 几乎是我刚到公司 丽娜就探头探脑的 坐到了我边上 张燕和周浩离婚了 听说是周浩发现张燕赚的不多 却比她还能化 两人闪婚又闪离 在民政局门口还打起来了 闹得很难看 最后是一个女人 来民政局把周浩接走的 据说长得还挺漂亮 好像就是上次 借她80万那个冤大头 我被一连串的消息 砸得回不过神来 你在周浩身上装监控了 嗨 我自然有我的消息来源 你看周浩某薄了吗 那女人好像是她初恋来着 我打开记机 入眼是二张在车末拍的照片 女人放在方向盘上的手 干净而纤细 左手无名纸上 还戴了一枚朴素的白金戒指 这戒指 是我和唐小曼大学 刚毕业时买的 她说对于很多人来说 毕业季是分手季 但是她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 送戒指给我时 她表情淡淡的 我却激动地捧着戒指快哭了 后来她很少戴着戒指 说工作不方便 容易勾到衣服 没想到分手以后开始戴上了 周浩还给照片配了一段文字 年少时爱过的人 再见依然会心动 兜兜转转那么多年 陪在我身边的依然是你 唐小曼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吧 所以她见到周浩才会那么实态 相伴七年 终敌不过情斗初开 我放下手机 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工作上 下班来到公司门口 却看到了一个 令我非常意外的人 唐小曼 唐小曼穿着件白色连衣裙在楼下 长发微微卷起 一副精心打扮过的模样 她看到我过来 显然有些紧张 承送 我来接你下班 这还是唐小曼第一次来公司找我呢 没想到却是在分手以后 我自嘲地笑了笑 这算什么 下午接完周浩 晚上再来接我 我自己开车了 我朝他扬了扬手中的车钥匙 唐小曼冷下脸 承送 你闹够了没有 我都放下身段 主动示好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实在是有些累了 唐小曼 你为什么听不懂人话呢 我没有欲擒故纵 也没有拿分手要挟你 我们俩实实在在地分手了 你有那时间 还不如去找周浩 唐小曼脸上闪过一抹喜色 你在吃醋 我和周浩根本没什么 我都说了 去参加他婚礼 只是为了告别我的青春 借他钱 也只是看他可怜 我真的真的不喜欢他了 我实在忍不住了 唐小曼 你死缠烂打的样子可真难看 了解你的人永远知道怎么伤害你 唐小曼果然很受伤 他正愣地看了我一会 把花往地上一扔 掉头就走 接下来唐小曼安静了几天 我从周浩某博上 也时不时能看到唐小曼的身影 他带他去西餐厅吃饭 他们去滑雪 露营 还跑去跳伞 相互依偎 相互陪伴 相互治愈 唐小曼被治愈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再次跑来找我 成颂 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尊和所有骄傲 你能重新回到我身边吗 是吗 那你发个朋友圈先 唐小曼果然犹豫了 他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 觉得在朋友圈晒恩爱秀幸福 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情 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 他从来没在朋友圈发过我的照片 我忍不住笑了 逗你玩的 走了 再见 刚和唐小曼分手时 我有很多很多次 想和他重归于好 可是随着时间渐渐推移 我开始发现了一个人的好处 我不用每天处心积虑去想 唐小曼喜欢吃什么 不用把床单被照 换成他喜欢的粉色 而是可以用自己喜欢的灰色 家里的饰品 沙发 摆件 包括阳台上的绿植 统统可以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来 和唐小曼分手这几个月 我终于找回了丢失的自己 从唐小曼开始时不时纠缠我以后 我心里那几分剩余的不甘心 也完全放下了 公司新来的那个实习生 巧得很 刚好是我那天在咖啡店偶遇过的杨敏 哥哥 以后我就把自己交给你了 明明是工作的事情 他却说得暧昧不清 我皱了皱眉 心里对杨敏的印象又差了两分 最讨厌轻浮的女孩子了 下班以后 唐小曼没来 周浩却来了 我刚下楼 他就冲过来 朝我挥了一拳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已经被杨敏抽了一巴掌 欺负我哥哥可不行 周浩捂着脸 愿毒地盯着我 你这个渣男 我现在才是唐小曼的男朋友 你离他远一点 我心里涌上一丝难过 不过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从唐小曼和我在一起 那天我就该知道了 只要周浩出现 唐小曼早晚还是他的 杨敏气羞羞地瞪着周浩 我低头看了周浩一眼 杨敏 我们走吧 周浩不依不饶地 还想过来拉我 却被突然出现的唐小曼 拉到了一旁 啊哈 你在做什么 唐小曼 你已经和我在一起了 我不许你再来找他 唐小曼不耐烦地揉了揉眉心 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只是把你当好朋友而已 可是 你已经怀孕了 你怀了我的孩子 现场陡然一静 唐小曼不可置信地 看着周浩神色慌张 语无伦次 怎么可能 我根本没有和你 怎么可能 周浩挑了挑眉 拿出手机晃了一下 你扔在厕所的烟烟棒 我看到了 我还拍了照片 就是去露营那次 你喝醉酒了 唐小曼疯了一样 推开周浩跑到我跟前 承送 我那次是把他当成你了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你一定要相信我 则杨敏不屑地呸了一声 这男的又挨腿又短 我承送哥不知道 比他帅气多少 你喝多大啊 这都能看错 再说了 喝大根本啥也干不了 你当我们傻子呢 我拉着杨敏的手 虽然已经不喜欢唐小曼了 心里却止不住地难过 杨敏 我们走吧 唐小曼苦笑一声 承送 我们没可能了 对吧 我低下头淡漠地看着他 从你和我在一起 是为了忘记周浩开始 我们就没可能了 唐小曼停下脚步 站在那怒不转睛地看着我 眼神中流露出痛苦和不舍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既然怀孕了 就应该和周浩好好地过日子 杨敏时不时转过头 看我一眼 连眼神都带着几分小心翼翼 我没事 就是有点累 我拒绝了杨敏想陪我回家的提议 现在我的 并不想接触感情 唐小曼果然不再来找我了 为了打发时间 我将更多的精力 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杨敏天天立风一样围着我转 哥哥长哥哥短的 公司的同事也开始拿往打去 时间长了 我也对他改观不少 他虽然平常说话有点嗲声嗲气 但是工作认真负责 非常有责任心 更重要的是 他很勤快 我很少见到像他那么勤快的女孩 宫卫每天擦了一尘不染 连桌子上的多肉都比其他人长得要精神几分 周浩又结婚了 八卦王丽娜兴冲冲地捧着杯咖啡凑过来 杨敏比我还激动 是和唐小曼吗 丽娜警惕地瞥了杨浩一眼 感觉自己情报王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你怎么知道 周浩这次捡到宝了 听说那女的有房有车 收入也不差 年薪有二十多万呢 托堂小曼的福 工作这几年 她从没来单位找过我 也不喜欢和我拍合照 所以我们公司的人只知道 我有个神力女友 但是没人知道是谁 幸亏没人知道 不然我就要沦为八卦的主角了 我喝了口奶茶 婚礼已经办过了 对呀 凤子成婚 女方家想要彩礼 男方看她怀孕了 一分钱没给 听说连三斤都没买呢 而且那女的傻兮兮 还在自己的全款房上 加了周浩的名字 那房子少说也值三四百万呢 我点点头 挺大气 丽娜甩了一下头发 大气啥 要不说周浩厉害呢 她怀的是龙凤胎 这一下可不掐住 女方家命门了 不同意她的条件 她就说不结婚了 听说唐小曼父母 吓得显得白了 这不 有啥要求都答应了 众人听了一顿唏嘘 也是个厉害角色 以后她家有热闹看了 再次见到唐小曼 是一年以后 她和她妈妈 一人推着个婴儿车 走在公园里 两人脸上黑眼圈 都快和熊猫一样了 见到我唐小曼 明显有些惊慌 她快速躲到了 她妈妈身后 阿姨好 我主动打了个招呼 唐小曼妈妈 显然也很吃惊 她揉了揉眼睛看着我 然后上前一步 握住我的手 还没开口 眼泪就掉下来了 承送啊 承送 阿姨想你 什么情况 唐小曼很尴尬 她仗红了脸 推着两个孩子 朝南边的草坪走去 唐妈妈拉着我的手 开始痛骂周浩 我才知道 唐小曼居然已经离婚了 周浩花钱厉害 又不会做家务 唐小曼忙于上班 于是唐父母就搬来 和他们一起住了 得不到的才是白月光 生活在一起以后 白月光很快就成了 站在衣服上的范米粒 周浩热烈浪漫 很快就受不了柴米油盐的生活 她开始将孩子扔在家里 整天出去玩 喝酒蹦迪 参加各种聚会哄啪 花钱如流水 很快就将唐小曼 放在他那的存款花的一干二净 甚至还欠了一屁股卡债 为了还债 唐小曼卖掉了房子 搬去了父母老宅 并将家里的卡 全部收了回来 唐小曼拼命还钱 周浩拼命花钱 很快 唐小曼就受不了 他去公司将工资卡名字 改成了父母 自己破罐子破摔 和周浩一起成了老奈 唐家一分钱都不再给周浩 信用卡也没法刷 大手大脚贯的 周浩哪受不了这个 于是提出了离婚 他分走了唐家最后一点存款 将两个孩子一扔 拍拍屁股 潇洒地走了 我目瞪口呆地听着这一切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两个孩子 他全不要了 唐小曼妈妈 恨恨地抹了一把眼泪 那就是没良心的 眼里除了自己 谁都没有 我真是恨啊 都怪唐小曼瞎了眼 把你这么好的老公弄丢了 唐小曼妈妈握着我的手 满怀西击 成颂啊 你结婚了吗 你看你和小曼这么多年感情 你们还有没有可能 我哭笑不得地收回手 随口扯了个谎 阿姨我已经结婚了 唐小曼妈妈 还是一点都没变 喜欢自说自话 我是疯了 才会去给他们家养两个小孩吧 随便扯了个理由走了以后 我看着唐小曼狼狈的背影 内心有几分唏嘘 他现在白天要上班 晚上回家要带小孩 而且还是两个小孩 房子也没了 存款也没了 听说因为晚上睡不好 导致工作状态很差 已经降了两级 收入也是大不如前 年轻的时候 总觉得刺激和激情最重要 可是当真的过起日子 才会发现 那些平日里觉得乏味无聊的人 往往能和你走得更久 希望唐小曼能吸取这个教训 以后找个好一点的男人吧 不过估计会很难了 毕竟没人愿意 当两个小孩的后爹 我不免有些感慨 等办好事情回到公司时 丽娜正和杨浩聊得口莫横飞 周浩下海了 咳咳嗨 我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拼拼咳嗽 杨敏芒其身 温柔地给我拍背 你说谁下海了 是理解的那个下海吗 丽娜发了个白眼 对我的大惊小怪表示不屑 我早就猜到了 你说一个年轻帅气的男人 爱奢侈品爱享受 花钱如流水 又不肯认真上班工作 除了找富婆养孩能干吗 不过周浩挺厉害的 人家是高端局 只赔超级富婆 她总算找对路子了 正常结婚不适合她 普通上班族也养不起她 杨敏认真地点点头 唐小曼是真瞎呀 陪你喝酒的是灵魂伴侣 陪你做饭的就不是了 好的爱情从来都是 溪水长流 有她后悔的时候呢 下班杨敏照例像往常一样 问我 然后竖着耳朵 等我第一百零八次拒绝她 承送哥哥 晚上一起吃饭 我笑着点点头 好啊 去哪里 杨敏愣住了 随即收起嘻嘻哈哈的样子 连说话都磕巴了起来 不去就算了 杨敏焦急地朝我小跑过来 去去去 火锅烧烤西餐日料 你想吃什么 咱们就去吃什么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